他还是到后篮啊 整个的篮网的节奏控制得很好 嗯 普拉克又失误了 这样的话中国队二手比18 又赢下了第四局 从而以3比1的比分呢 逆转击败了荷兰队 取得了今年世界女排联赛 总决赛小组赛的第一场胜利 再次祝货中国队 那么中国队呢 在明天呢是没有比赛 那么在后天晚上 要对阵小组赛的第二个对手 对阵巴西队 好的请问朋友 感谢您收看 再次感谢李英理指导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